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69年属机的 让我看一下 69年属机的 是吧 对 69年属机的 1969年属机的 1969年属机的 你想看什么讲吧 你想看哪个部分 想看 你想看 看到了吗 看到了你想看身体还是看还是看事业看孩子看家庭还是看什么 嗯 我就看一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 你的腰上有灵性 啊 腰上有灵性 腰啊 腰啊 腰不好啊老妈妈 腰啊 你的腰痛啊有灵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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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我那个流才的孩子有没有走 我已经年轻半年多了 我看看啊 说什么再讲一遍老鼠是吧 我我1969年 1969年修机的 机 啊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孩子啊 还有一个孩子啊 23张小房子 23张小房子 啊 哦 那 嗯 就帮我看一下我女儿了 我在 从念经 去年开始念经开始了 我女儿现在每天不吃饭 那是什么原因啊 几几年修什么的 1989年修修的 八九年 啊 身上有灵性 哎 啊 身上有灵性啊 嗯 他有灵性是吧 啊 对对对对 嗯 那我已经跟他念了 二十一家 一波 念了六波了 我告诉你啊 他本来就有一点忧郁症 自闭症啊 哦 所以他才不吃饭呢 他身上有灵性啊 哦 那那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你 我心里很着急啊 小房子啊 嗯 他已经有八年多 差不多快一年了 都没吃饭 不离不采我 哦 我跟你说的 已经有忧郁症了 听得懂不了 哦 忧郁症 嗯 我告诉你 那他上班还在上班啊 上班他也是不讲话的 听不懂啊 哦 人家都说 那师傅应该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呢 能把我女儿做好呢 你念了几张小房子了 我念了二十一家 念了六波 一百多家了 去年也一百多家 加起来应该有两百多 多家了嘛 你说够不了 那总共有念多少十五波 我看一下嘛 任何一个忧郁症 或者自闭症的孩子 要八百张 有念八百张 啊 你算算看好了 那我要放生放多少 我现在 就每个月给他放两次生 放生没关系 主要是小房子最重要 小房子八百张 现在开始八百张 以前不算是吧 算的 哦 以前也帅的是吧 嗯 那十五波 我看一下 我念的小房子 还可以啊 质量还可以啊 哦 那我 现在我的那个 家里佛台啊 那个 菩萨有没有来过 你家里佛台上 菩萨太多了 你还把其他的 也放在佛台上 嗯 我就两张观世音菩萨 一张是南京菩萨 一张是那个 踏塞菩萨 好像还有一个 还有一尊什么菩萨很小的 就是四尊菩萨啊 嗯 你边上还放了一个很小的 挂件啊 小的我已经清下来了 哦 小的我用二十一家小包子已经清下来了 那个菩萨 那个菩萨我太小了嘛 嗯 对了 管一叔啊 你在念十七张吧 管一叔啊 你在念十七张小房子 家里 家里的药金者 啊 家里药金者十七张小房子 我 我 我听不清楚 家里的药金者 在念十七张小房子 那我自己要念多少了 师父啊 你自己啊 刚刚你讲过了 你给孩子念嘛 你自己也好了呀 哦 跟孩子在念二十几家是吧 六百张 哎呀 我自己六百张 我女儿六百张 你就是女儿六百张 你自己算在里边一起了 听得懂不了 哦 一起的是吧 哦 再给我看一下 我妈妈 我妈妈故事的 她现在在哪 拿得到呢 叫什么名字啊 她姓余 余沙体于 余阿珢 她是 二零零六年 十月份去世的 任泽湟是吧 对 啊 啊就是阿弥附佛看到啊是吧 对对对 许是女子变成她ickets 对对对 余阿握对 什么时候死的 今年九十多年了 九十一月老 什么时候死的,走的? 2006年 啊,今年刚走 哎哟,她不行 哎哟,她不好啊 啊? 她不好,还在地府啊 还在地府啊,我已经给她念了一百多了 一百多下来 她身上业障很重 你大概还要给她念 你还要给她念七八十张,七十多张吧 哦,那我给她念八十一张好了 可以把它超度到阿修罗,就可以了 哦哦哦 好吧 那师傅,我问一下我女儿 就是给她念八百家,把我自己离起来是吧 六百张,连你算在一起 哦,离我一起 啊,好吗 那她现在每天不吃饭,不离不拆 那另外还有什么办法还是吧? 没有办法 除了念经,就只有这个许愿 没办法,当一个人业障来 许愿我现在已经许愿我去吃柴树了 终生不扎山 终生不吃树 终生不吃那个海鲜 老妈妈刚刚刚刚刚开始啊 你种下去的米 要一年四季才会 要两三个季度才会长出来啊 老妈妈 你种下去的果实没那么快的 你今天种下去 稻谷明天就长出米出来了 老妈妈听得懂吗 哦,那我问一下师傅 那我女儿那个婚姻她 好了 很晚的了 不能讲了 好吧 身体先把女儿给你治好 好的,师傅,感谢感谢 感恩师傅,谢谢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谢谢 喂,你好 喂 喂 喂 哈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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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山你好 我开山一个男的 一五年 无 口天 无 幸福的境 满意的满 无境满 什么境啊 幸福的境 什么叫敬妇的境啊 嗯 无境满 幸福的境啊 幸福的境是不是啊 是啊 啊 敬妇的境哦 敬妇 敬妇 什么叫幸福啦 敬妇的境 幸福的境 我这听不懂啊 敬妇的境听不懂耶 你 你 敬妇的境啊 那个敬妇的境 他听不懂 敬妇的境啊 有 还说人家听不懂 自己念不清楚 还要说人家听不懂 对不起 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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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想想看你这种人 老公怎么不跟你吵架 一讲讲话 觉得自己 自己讲不清楚 还要说人家听不清楚 人的毛病就是这样的 听得懂啊 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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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了 我懂了 明白了 我错了 要学 我并不是要跟你争这个问题 就是让你们学会 动不动就跟人家说对不起 动不动就跟人家说 哦 我讲错了 你这样的话 你不会跟人家作恶 你听得懂吗 明白明白 这个人已经过世了 是的 一个王人 男的 叫什么境啊 再讲一遍 吴境满 吴境满 吴 口天吴 对 境不如境 第三呢 满意的满 吴境满 男的是吧 啊 对对对 嗯 嗯 在阿修罗道呢 嗯 OK 神菩萨 还有 他还要是要多少张小方子 嗯 他还要的 他还要七十八张 因为他在阿修罗道 刚刚上去不久 猛叉叉的 我看他呆在那里 就是人啊 发呆啊 呆在那里啊 哦 对对对 昨天 昨天晚上 他给我一个功能梦 梦 梦说 他教带我们说 我们好好的 照顾我们自己的身体 还有 好像跟我们讲说 不要 不要说 讲这别人 讲这别人 呃 好像是 跟我们讲这样 是因为是什么 呃 这个梦是 你怎么连国语都讲不清楚了啊 你一句话怎么讲不到底的啦 你把一句话讲到底听得懂不啦 讲啊 再讲一遍 他总是 嗯 这个 你看 讲两句挺挺挺 讲两句挺挺 你把一句话写下来再念 OK 啊 好了好了 讲啊 你要练的啊 你普通话要练的啊 你不练的话你永远这样 你现在讲给我听啊 嗯 他昨天他给我工人 有一个工人给我 啊 给我的工人梦到 他在梦里跟我说 啊 叫我照顾我的身体 他有 啊 说说 不要老师为别人想 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梦 不要为别人想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老牵挂别人 哦 是这样 听得懂吗 不是叫你不为别人想 是 不要去牵挂 不要执着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明白了 你现在国语 国语要把你 刚刚你自己把录音听听看 没有一句话讲到底的 讲两句 呃呃呃呃呃 听得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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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儿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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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鼠 婆语要把你写起的 老鼠 小头 独吞颜色也 偏生色 还有他的小半的质量还可以吗 一半 叫他好好用功 还有请问帮他看一下八四年老鼠跟男的有没有灵性身体还有事业 八四年的老鼠啊 对 男的 有灵性 这个灵性要几张小盘子 灵性要几张小盘子 灵性要 62张的 62张什么可以可以 还有台证观看他的身体还有他的事业 只能看一个 失业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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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不到别人 只能靠自己 是的 是的 人的命满苦的 很辛苦 他还债 他要替人家还债 听不懂 是的 对 对 好的 这个不会错的 你相信了 对对对 八四年老鼠 太长说他的事业一般 要什么 他的事业上 在哪一天方面 注意的 他的事业哪一天 帮助 帮助 注意的 要注意的 注意的 对对对 一讲话就这么简单 就喜欢当作加呀加呀 你们可能马来西亚的国语就这么教的 你们的老师 交一句要N一下的 对不起对不起 太长我错了 我明白我会开心的 嗯 话是讲不清楚 呃 呃 呃 对对对 哈哈哈哈 鸭子投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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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叫他想一点好了 啊 啊 想不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不起 太长了 太 因为 把痛的太高兴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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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对不起太长 我会改进我的国语的 你想要问什么啊 改进国语的 因为刚才 对不起 刚才那 太长说八十年老是那个男的 他的事业一般 呃 比较不好啦 可是我想问太长一下 他的事业哪一 比较注意什么呢 比较好 他比较 帮助到他 帮助到他 下来了 念准神咒 哦 他有念啊 帮他 帮他 帮他念心经 他有念 他有念功课的 有念小方式的 我就告诉你了 他的事业不好 跟他两点有关系 第一点 气量比较小 这个胆子比较小 听得懂吗 啊 啊 第二点 啊 你说他老实 啊 他还 眼睛冬花花细花花的 听得懂吗 是的 是的 你要知道一个男人 眼睛冬花花细花花 事业不会成功的 哦 明白 你要去告诉他的 好色的男 是的 我告诉你 做不了大事的 成不了领袖 也成不了 企业家的 听得懂了吗 是的 明白了明白了 太长了 你去看好了 好色的全部都是那些 下面的科长啊 干部啊 诶 真正的大的 人家不好色 听得懂吗 好的台长 好了 谢谢 感恩台长 再见 我们的业场 我们去准备感恩台长 好 再见 谢谢 谢谢 喂 你好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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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计时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关掉 换一个 哎 哎 哎 嗨 好 你好 喂 你好 喂 喂 师傅你好 给师傅请安 谢谢 给师傅请安 嗯 师傅 听得到有声音吗 听得到 喂 OK 谢谢 嗯 师傅 我想请问一个 1950年 数码的 五四年数码的 对 男的女的 男的 对不起 身上有一个人 一个鬼 呃 他这个人是老的还是怎么样 老的老的 男的啊 对 哦 他是这样 他有点 最近有点奇怪 他经常那个去厕所啊 一个多小时 有的时候快两个小时才出来 然后人家在厕所不要上去 今天里面有五十米 但是在里面干什么也不知道 他几岁了啦 他几岁了啦 他五十年 今年六十二 还 马上要到了 还没到 我告诉你 看看 去看看他的短裤上 有没有臭味 可能 可能他的 可能他的 这个大便 已经尿到裤子上了 反正他是 但是 他去厕所总是 起很长时间 把门关上 也没人敢进去 也没人敢敲门 什么的 然后呢 有时候还 还自圆自语 就是这个问题 好吧 家的人还以为他是去厕所 在里面打坐嘛 因为看到那个厕所 有一张手绢是叠起来 像蒙上眼睛那种 蒙到什么地方 那种感觉 他没在里面做什么吧 因为家人问他 他也不说 你们家里的脑子 都有问题了 跑到卫生间去打坐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他 因为他不好意思嘛 他就 他出了这些 也是一丝不挂 进去的时候 也是脱脱光光的进去 出了这些 也是这样子 有时候家人 一不小心闯上他了 还不好意思 那他已经老年痴呆了 是不是了 他不是老年痴呆 他在学校的老师 学校的老师 你跟他说 你犹豫没有脸面呢 你怎么给 戳了一丝不挂的啦 你上去跟他讲啊 他是你家里谁啦 怎么一个个都不敢讲话的啦 因为这个人 他一说 他就是 火冒三丈 暴臭入眉 那种 谁都不愿意去惹这种事 尽量避免 他有病啊 就是 肯定有病啊 这种还不叫变态啊 这种你们家里人还不管的话 不变态啊 进去一丝不挂 出来一丝不挂 那就不像个畜生一样啊 还老师啊 脑子已经坏掉了 身材肯定又灵性了 讲都不要讲了 他不是每次进去这样的 就床上他一次 一两次 经常 床上 不是说每次都扣得光进去 也不是说他什么来的 哎呀说不准 他还有受自言自语的 可能是 我觉得你们家里人有问题 你们现在讲话都讲不清楚 我看你们全家都要有问题的 这种事情最简单 什么叫怕什么 骂们就骂 敲们就敲 他敢打人们啦 当然要问啦 嗯 他在里边 你掉了 你不管啦 好 你们 你们怎么做人的 你们家里人怎么管的 关心不可以的 怕骂 怕事情 怕事情 就不管 我看你们家里人真的 一塌糊涂 以后家人注意一下 一个人都没有 没有破例 一个人都没有破例去管他 要管的 他老婆又不啦 好的以后我给家人注意他这个问题 老婆又不啦 他有一个师父 因为 他有 就是在为这个事 家里老婆得跟他闹矛盾 闹矛盾呀 紧紧看 不是他在外面有外遇 因为老师一直很长时间跟他说啊 家里人好好跟他说啊 他来个不承认 一直否认 但是呢 人家家里也有一些 正就跟他说他不承认 然后呢 人家家里又发现他不止一个 好像是两个以上吧 应该是这样子说 就是满了满了 就这种神经病的人还有两三个 现在所以女人不值钱了 真的 哎 就是因为 不知道他这个外面这个理论是长缘还是短缘 因为那个人求他办什么事还是什么来的 就是每天要找他 我看你们要懂的都不懂 不要懂的都懂 他长缘还短缘 哈哈哈 对不起师父 你们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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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学学 学学心灵法门 好好的看看白话佛法吧 一点都不懂 搞也搞不清楚你们这些人真的是 是这样 因为他他跟我们那个 早餐是在考试方面吗 或怎么样呢 也可以帮他一些忙 那个 就是这几年过了以后 考完以后不知道那个女孩子 还跟他好还是不好 因为那个女孩子跟他年龄相差很大 然后家里人都一直想等这个机会 让他那个女孩子走开 然后才能对他好好的说 念经啊 给他念经了 好了不要讲了 每天是没心机 九遍有的时候 十一遍十三遍 要念 坚持 要为他祈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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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那个礼服 这样可以吗 师父 可以啊 坚持 好了好了 我告诉你 很多毛病都是被你们宠出来的 如果他老婆坚强一点 第一个有的时候把他跳出来 钉住他 他就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了 你们现在是在害他 听不懂啊 不是 因为他在那个手机上面 他不让谁看 能够有的时候 偶尔看见他黄下 人家里看见一个信息什么的 他又不承认 然后从此以后 他那个手机就带在厕所里上 上厕所也带上 一直就带 不让社会人碰他那个手机 好了好了 不要跟我讲理由了 好了 不要讲了 是 师父该怎么办这个事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 师父 家里面发现他 有时候那个厕所纸上 有一点那个红色的 像那个血迹啊 像那个针头那种血迹 那第二次那个针头眼 好像大了一点 那最近发现那个血迹 好像是流了一点 多流息出来 他在里面是干嘛嘛 是不是跟那些有没有什么吸毒 这些 有点担心他这个事啊 因为今天在聊天的时候 他有一个男同事还是朋友 就是那个五毒都有点染的那种人 然后跟他经常网着他 经常来找他 跟他好 跟他聊 就怕家人跟他这些有染 这些方面的不好的事 有没有 不要叫我看 叫他老婆进去看就可以了 要学习 学习 没有什么讲的 锁住 敲门 师父 跟家人说一下 他这个吸毒方面 有没有染啊 不知道 我不会讲的 我不会帮你们看这些东西的 好好念经啊 看那个第三者的问题该怎么办啊 因为家人一直 有一点心灰意乱 还是在认识跟他念 因为他又不承认 又不放弃 继续念 你等这个 好了 不要再跟我讲了 我看 我看你们都有问题 就包括你都有问题 许愿念经放生 你们 我告诉你 相信观世音菩萨 你们做不到 只能靠菩萨做 你们现在不要再乱想了 没什么好想的 个人也自己悲 等到他以后要死了 他自己 自己受苦 跟你们没关系 他小朋友要练多少张 给他念 七张七张不停的念 然后他现在为家里这个事 闹跟他老婆闹分手的事 不要怕 到底该怎么办啊 不要怕 知道了 答应他还是不答 不要答应他 看来不是 都是甘心菩萨的 不要答应他 听不懂啊 好好好 喜欢他跟他 你要分手干嘛啦 不要分手 拖他 拖到缘分 拖到对面缘分 没了再说 好了 我不能再跟你讲了 我不是 我这里不是心理辅导 我这个节目是看图腾的 你要打打电话 看看我们家里的服务台 经常听那个水杯的哺哺哺响 没有 是 没关系 没关系 哦 最后还看一个那个那个 六三年他那个子宫上那个肌瘤有没有好 因为练了很多小房子了 看他那个肌瘤有没有消消失或者是小一点 有灵性 一个女的 还是有灵性 一个女的短头发 嗯 好了 多少张还要 四十六张 嗯 因为上次你说的八十六张 那还有差不多 练了一大半了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好了 那说明你就是四十六张呀 剩下来就是四十六张 差不多 差不多 嗯 好了 好的 好了 再见了 嗯 谢谢你 谢谢你师傅 感恩 感恩你 感恩你 可能是台湾的同修吧 刚刚是 喂你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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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师傅好 啊 哎 师傅好 嗯 太激动了 没看到他通了 嗯 那个 师傅 我想请您看一下 不是82年属机的 看什么 讲啊 喂 您听得清吗 声音很小 82年属机的看什么 讲 哦 哦 听见了 那个我想看一下我的业长多少 还有就是 三十啊 就是 我那个莲花 几号 二百八十六号 二百八十六号 对不起真的听不清楚 什么地方拜师的 党在香港 二百八十六号是吧 对二百八十六号 还在 哦 真的 不好 莲花长得不好 哦 是我知道 嗯 我修得不好 确实是对不起师傅 掉下来快了 呃 是我会好好改的 你没出息 我告诉你 你一碰到 一抱着男女感情的问题 你这脑子就没了 听得懂吧 哦 是 是 稍微自尊点好吧 啊 嗯 现在那女孩子怎么这么没出息的了都 是的 师傅我知道错了 我会好好改的 会好好改的 你们自己要知道啊 在人间啊 吃的就是感情苦啊 还要钻在里面钻不出来啊 是我就是感情方面特别薄弱 薄弱了 还还钱呢 薄弱了 你再去家找理由好了 还虚弱呢 呵呵 对不起 对不起师傅 对不起师傅 对不起菩萨 啊 人家叫你干嘛 你就干嘛 你是动物啊 啊 被人家牵的狗啊 人家把你拉到哪里就往哪里跑啊 人家叫你做烂事你就做烂事啊 我知道错了 是真的 一点点自尊都没有的 一个女孩子要有自尊的 啊 是明白了师傅 真的啊 你否则被人家看不起啊 所以很多人说啊 师傅叫师傅父亲 我就生你们这种女儿啊 我气都气死了 丢死我脸了 听不懂啊 知道错了师傅 知道 听得懂 你知道男人 他一达到目的 他就把你甩了 你不自重 我告诉你 就被人家看不起 你一辈子自重 我告诉你 他跟你离了 他都说我过去这个老婆 怎么样怎么样 干净好 不要背后再给人家骂的 什么离了 甩掉之后 还有这种烂女人 随便跟他跟他 就可以做任何事情了 你说多看 你丢人不丢人哪 嗯 一点自尊都没有 丢人知道 啊 好好修了 做菩萨的好孩子了 菩萨有你们这些孩子 气都气死了 师傅您看看我业长还有多少啊 几几年属什么呢 82年属鸡的 属鸡的 32 行 我 我会好好努力的 师傅 你要把你的薄热环境赶快解决掉 呵呵呵 还薄弱环节了 真的没出事 我知道 我会我会好好努力的师傅 那个 师傅您看我身上有灵性吗 身上有灵性 瘦高个的一个女的 哦 需要多少小房子呀 好 39章 嗯 好好好好念 那个 师傅您您帮我看一眼我们家那个新的佛台 就是主人就是我啊 然后那个 您看那佛台行吗 还可以 可以了 哦 蛮好了 行 嗯 好好 谢谢您师傅 哎师傅 那个 还有一个同修他想那个 问问他的莲花 他的莲花 他的号是11821号 女的 女的对 11821号 嗯 还在呢 还在是吧 嗯 哦 行 谢谢您师傅 哎 谢谢您师傅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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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喂 你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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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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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已经说不清楚了 嗯 我也给他念了好多小房子 我想看我爸在哪个地方 阿修罗 阿修罗 阿修罗呀 那我要还要念多少小房子可以让他在在还要念多少台子啊 六十九章 六十九章 六十八呀 六十九 嗯 那他就可以更上 嗯 再 再高一点吧 玉叶天 可以 你爸爸可以跟玉叶天 好好 那我再等一下 我的一个女儿叫 那个是八四年的老鼠 嗯 我就问 婚姻 婚姻不好 不圆满的 嗯 那怎么办呢 每天念姐姐做 念心经 啊 每天念姐姐做念心经 哦 那他是在武汉好还是在深圳好啊 几几年数什么的啊 八四年数老鼠的 我看他叫他回武汉吧 你说在武汉好一些啊 对 他要是在深圳再搞下去 他以后连你都不认了 啊 你也不认了 嗯 不行啊 他们给他介绍一个深圳的 都是那个 不能去的 去的要学坏的 啊 去的要学坏的 真的 那我就要他 我们八月份要到 马来西亚去听你的 讲那个 我让他好好学佛 可以吧 可以 我就是跟你说 你叫他不要乱跑了 他在你身边还不会学坏 否则要学坏了 那我也要跟到他一起去 因为他这个是 都比较了解 知根知底的一个人 知根知底 你现在后来不了解了 哎 哦 我告诉你 你去的都没用的 生活所迫 为了赚钱 慢慢慢慢人就会变掉了 你啊 哎 不要贪哪 不要贪哪 听得懂吗 哦 那你说还是在武汉哈 当然了 哦 那他身上 你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的 有一个 有一个 在哪儿啊 副科 哦 那我要念多少小房子啊 还要放多少鱼啊 小房子六十三张 啊 鱼呢 两千条 哦 那他 那个呢 他是一个 他那个图层是什么样的 他属什么 八四年的老鼠 八四年的老鼠 白的白的白老鼠 白老鼠是吧 哦 谢谢台长 那台长说 我再问一句 你说他还是在武汉 在武汉 他这个婚姻 一直 一直不好找 到了时间就有了 哦 那那个嘞 那也 我就问 那他像这 他要是 不结婚 他自己要 不太 那个 不结也行吧 当然了 现在又不是他一个 现在不结婚的人多得很 最什么稀奇的 找不到好的也结婚的 找不到好的结婚 还不如不结婚呢 那是嘞 卖菜啊 你说那个孩子也是八四年的老鼠 他俩在一起不行吗 我讲过了 以后 那个孩子在深圳 两个属性 两个属性一样的都不行的 两个属性一样还不好啊 啊 那个孩子看到满老师和那个 你去嫁给他吧 啊 你 你 你嫁女儿还是你嫁 不是 姑娘 姑娘 台长她的事 我也是蛮操心 八四年 看都三十 三十多了 那个 我告诉你 你们做母亲的都犯了个严重错误 哎呀 我做那个啥 我不逼她 这是 正好她 好了 没时间了 我已经没办法跟你再讲了 好吧 我知道了 台长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不要把女儿 以后嫁出去后悔了 拖个孩子回来 在你面前哭 比不出嫁还要糟糕 听得懂了吗 好了 哦 再见 好 谢谢台长 谢谢台长 台长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 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 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要到明天 后天 后天五点钟 好 广告之后再见